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台北正中学会 与我们开始做相向联系 这样一沟通 令我们每日都可以见面了 我们得力于高科技的发达 确实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同修 我们每日都可以面对面地接触 这种事情我们以前连发梦都想不到 现在已经变成事实了 科技不断地进步 我们的技术也是不断地夹身 画面音响越来越逼阵 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世界的不安 社会的动乱 很多人探讨它的因素 希望有解决的方法 我亦遇到很多人来问我 我的看法 它是一个教育问题 现在是一个教育问题 瑜伽讲的 人不学不知义 二就是应该做的事 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你去做 这是不易 应该做的事 我们去做 这叫义 所以现在讲义务工作 由此可知 教学重要 中国古代 朝野 朝野 那些言哲 都懂这个道理 都重视教学 礼记道 明白地和我们讲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这句是说成立一个国家 成立一个政权 什么最重要 教学最重要 教学 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项目 四个项目是一体的 绝对不可能分割 第一个是家庭教育 第二个是学校教育 第三个是社会教育 第四个是宗教教育 这四种教育 以家庭教育为根本 宗教教育 达到究竟圆满 这四种教育 做得好 天下太平 社会安定 人民幸福 如果将这种教育 输出了 天下 哪有 互乱的道理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现在中国人 在世界上 西方人 已经重新肯定 承认 中国人有智慧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我 在1983年 在十四年 在六亚弘法的时候 当地的美国人 就是这么称赚了 全世界 一个人一个人被 中国人第一 兩個人兩個人比猶太人第一 三個人三個人比日本人第一 這個意思很明顯 中國人一個人一個人比世界第一 可惜不團結 他肯定全世界最團結的是日本人 你們中國人為什麼不團結? 我一看他們都是基督徒 我說這是上帝安排的 他們聽到很驚訝 為什麼會是上帝安排的? 我說中國人團結你還有飯吃嗎? 我們笑一下就算了 外國人佩服中國人聰明才智 滑苦中國人不團結 這樣值得我們深深反省 中國人本來是團結的 所以團結這個名詞在中國以前沒有 中國人用不到 為什麼? 五輪的教育就是團結 外國人沒有這種教育 所以他們要說團結 中國人本身天生是團結的 現在為什麼不團結呢? 我們將祖宗的教法扔掉了 不要了 所以現在給不上外國人 外國人說團結 我們不說團結 論你也不說團結也不說 怎麼能給得上外國人呢? 祖宗的教育 我們要細心體會 它是千萬年智慧經驗的結晶 不可以訴佛 長治講安 繁榮興旺 離苦得樂的大道理在此 很可惜 近代中國人忽略了 以為都是舊東西 舊東西應該被淘汰 兩千年前 漢武帝為國家制定教育政策 遵從孔孟學說 教人民 沒有多久 令帝時代 佛法傳來中國 受朝野認同 全面接受 於是主宰中國教育的 就是孔孟學說 和大成佛法了 兩千年來 改朝換代 在歷史上記載得很清楚 典章文物制度 有改變 有革新 主宰天 唯有教育 這兩千年 沒有改變 他為何不改變 細心想 它是真理的教育 真理超越時間 超越空間 怎能改變 一改變 天下大亂了 道文過來改變了 門清被推翻之後到現在 還不到一百年 這一百年 社會人心產生的變化 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都沒有的 那又是甚麼原因 我們有沒有去多想想 教學重要啊 學甚麼 學古聖先賢的教誨 那麼我們要問 孔孟大乘佛法 他教人做甚麼 可以說 如法都是一致的 教人要誠經 仁慈博愛 古聖先賢的教育 這六個字 涵蓋了 我們放棄了 放棄了 現在社會是甚麼呢? 我們很自然 drone在яж Camb cou聖先賢著歌畅思 我們都…奏成 虛偽や 符精 歐靜 愚慢 愚忍辱 愚延 愚闐 不會愛物 他自己都作賤自己 糟蹋自己 不知道愛自己 如佛大乘教育 內容是這樣的 我們想想現在社會需不需要 七十年代 英國湯恩比博士呼籲 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 只有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 所以現在西方人重視漢學 西方人重視佛法 這幾年來 英國學校裏面 小學中學大學課本裏面有佛經的內容 去年我在澳洲 那邊的同學送了兩本學校教科書 是英文寫的 我也看不懂 他跟我說是佛學 學校教科書學生上佛學課程 他是基督教國家 學校學校採用佛學課程 難得 我們見到非常高興 所以將來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 外國人帶頭 外國人先做 然後我們中國人跟進 我們老祖宗的東西我們不要了 現在外國人請去供奉 我們這裡打倒 人家那邊供奉 正是論語講的 德不顧必有論 我們老祖宗的子孫 不要他外面有朋友愛他 他不孤單 值得我們深深地去反省 我們要覺悟 不覺悟 永遠還是跟著外國人走 我們國家雖然獨立 我們的思想意識形態沒有獨立 所以現在 雖然通常講教育很發達 發達的是科技教育 工商業教育 工利的教育 不是誠經 人詞 博愛的教育 不是人詞 博愛的教育 就沒有可能解決社會問題 我昨天從香港回來 今天早上那邊的同修 拿了一份報紙給我看 現在印尼有七個宗教 聽說有萬多人一起做和平祈禱 這是好事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祈求世界上的宗教家 知識人人 個個深入自己的經典 推動人詞 博愛的教育 成經 人詞 博愛 是全世界所有宗教教學的根本 宗教會變成迷信 就是個份重視形式的祭典 將教學疏忽了 每一部經典都是古聖先言 教化眾生的補份 我們要有智慧認識清楚 我 謝居士傳真給我 問我佛七念法 點善得力 更是 成經 仁慈 博愛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養 放下五欲六塵 放下貪親千萬 一心尊念 絕對往生 各名妙行菩薩 在西方確指導 跟我們說 念法最怕的是 夾襲 所以他教我們 是個宗教科目 旦可疑 ง 這是 Wolf の方便 確定總統 göre多少 要取得我 大世智菩薩教人都涉六近靜念相繼 这个是念佛的方法 道涉六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理养 放下五有六尘 放下贪心自慢 六近就全都回来了 这叫道涉六近 正念相繼 用清正心 真情心就是清正心 清正心念佛 正念 正念里面具足 不怀疑不夹乘才是正念 如果夹乘就不清正了 怀疑就不清正了 相繼是不間斷 我们懂大世智菩薩 讲的这八个字的方法 哪有不成就的呢 念佛堂 以前堂主时时提醒大众 放下万元一心正念 亦是这个意思 古德口头上常说的老实念佛 这样念才叫老实 有疑惑有夹乘就不老实了 在日常生活中 不老实的人 没有什么大成就 就算有真正言 就算有善根福 他不老实 亦好快消耗尽 唯有真正老实人 能迫功雷达 这种事情 头脑冷静点 观察细密点 都在我们眼前 不用看旧时的 现前就太多太多了 确确实实证明 叶恩果报 思考不爽 希望同手 要真正要求往生 一定要放下万元 万元具体来说 就是自私自利 一定要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养 放下五欲六尘 放下贪心千万 放下万元 这个时候 圣经仁慈 帮哀 你念法 绝对 皇神 而且 往生 品位 高超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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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